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很多安全隐患了 不信了 来 这是今年的8月8号 连云港的海滨浴场 20多个游客下海的时候被海蛇给遮伤了 其中有8位赶紧送进医院抢救 再来看 这是我们记者亲自到了北戴河的海滨去看一下 结果一条海岸上铺满了海蛇 而且据说北戴河的人民医院 8月4号那天被海蛇遮伤的游客就有100多人 我就想问了 海蛇遮伤人是什么感觉 是被咬了 还是被刺了 还是被啃了 什么感觉呢 到底这个伤重还是不重呢 是内伤还是外伤呢 会不会致命呢 这里是生活早餐考 让我们一起来寻求答案 炎热夏季 海蛇来势汹汹 每时每刻都在海里巡逻 本该市场开心的旅行 厄运却突然笼罩 他从海里上来就哭着要上来 病情突然恶化 医护人员措手不及 他就是那些口啊鼻啊这些大量都喷住 我就是走红车的泡沫台 他能够化险为你吗 敬请收看生活早餐考 夺命海蛇 2013年8月2日星期五 这一天的早晨对于8岁的男孩小雨和家人来说 充满了期待 因为全家人一起来到南带河天马玉上渡玩 今天陆下以来就一直持续高温 好不容易到了暑假 能在炎炎夏日里去海边 在大海中畅游一番 洗个海澡打个水仗 是件特别谢意的事 堆沙堆挖沙坑 孩子们玩的忘我 大人们在岸上吹着海风聊着天 谁也没有想到 厄运正一步步的向他们靠近 这天中午一年左右吧 我们正在观察海面 突然听到小孩的哭闹声 在我的右侧 当时他从海里上来就哭着上来 跑上来之后 离我们有十米远的地方 是他们家 他们家的大摊的地方 看到他父母 偶尔叫我们 就赶紧的回头一看 看到这孩子的两条腿都浮肿了 从脚脖子开始 所以我们一直 走到小腿上面 我们断定一定是麻折严重折伤 海折折伤 海折也会主动攻击人吗 这么大面积的折伤 得是多大的海折造成的 海折折人有毒吗 带着这些疑问 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海折 海折为海生的枪肠动物 暖水性大型食用水母 是我国食用水母的主体 折体呈散钙状 封体呈半透明 白色 青色或微黄色 海折的帽子 专业人士称为散 散径可超过45厘米 最大可达到一米之距 下方口腕处有许多棒状和丝状处须 下面有密集的刺丝囊 能够分泌毒液 其作用是在触及小动物时 可释放毒液麻痹以做食物 盛夏时节是海折生长活动的旺季 遇到外界刺激 它会立刻释放出四细胞 即使海折已经死掉 它的毒液还会留在海里存留24小时 人被遮到之后 毒液通过刺透人体皮肤的触须 进入人体内循环系统 很快导致体表局部红肿 继而会因个体差异 出现胸闷气短 心跳加快 重折可能导致死亡 目前 凯折毒素研究属于神经性毒素 还是血液性毒素 还没有定论 因此 也就没有专门的解药 没有解药 严重的遮伤会导致死亡 那么 小雨这么大面积的遮伤 会不会危及生命呢 浴场的工作人员 建议先带小雨到浴场办公室处理伤口 在浴场管理办公室里 小雨的伤口首先用冥帆做了简单处理 海哲对于海边生活的人来说都不陌生 大部分渔民都有被海哲遮过的经历 大部分的遮伤 在用冥帆涂抹处理过后就可自愈 渔民家中基本常备的冥帆用来应对遮伤 以他们的经验来看 小雨受伤的面积虽然较大 但是还不至于有生命的危险 随后爸爸带着小雨 先后前往南带河医院和某部队医院 然而却被告知 折伤较为严重 建议送往救护能力更强的大医院处理 最后小雨被送到了北戴河人民医院 那孩子大概是下午1点40以后来的 来的时候这小孩子就是家长抱着来 就叙述说被海哲遮了 孩子双下词特别疼痛 当时来的时候那个绳子 一般状况还都是比较可以的 我们呢就给予那个 常规的就是治疗流程 我们就给予那个先治疗 直接网上那个服那个百分之十的汗水清浪 再有一个那个抗阻磁的那些药 给他寄住 这样在病房里头就那个观察 我们所有的病人呢我们都要问有没有过敏食物啊药物啊 还有某些化学物品啊 他家长都给你是否病 海哲遮伤在这个季节是常见病 医院为此专门开设了绿色通道 在急诊科的病区有专门的海哲遮伤分诊台和海哲遮伤诊 如果伤者是孩子就由儿科的大夫负责治疗 当时在医院还有几个跟小雨差不多大的孩子 也同样因为海哲遮伤在医院治疗 小雨没有过往的过敏史和疾病史 除了瘦伤的面积较大之外 小雨的情况看起来并不是很糟 使用外敷和书液治疗之后 孩子也安静下来了 大人放下了悬着的心 陪着孩子一起在医院书液观察 正当一切都朝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 谁也没有想到意外发生了 在医院的过程中之后呢 我们就去那个寻查病房 寻查病房之后呢 就看着他嘴唇稍微有点发现 后来之后那个 也就大概是两点五十左右时候 嘴唇就指的 指的挺明显 我们就给他那个听个肺子 里头就有点弹鸣 这样的话我们就考虑他有肺水肿 就进行按照那个 治疗肺水肿的 就给他处理 肺水肿之后 我们就留一套 治疗肺水肿的办法 因为我们也抢救过 像溺水肺水肿 那我们就得开始大流量吸氧 用大量激素啊 甚至我们有自己的传统的经验 用动量荡 再严重肺水肿之后 我们就可以用上呼吸机 呼吸机支持 但是也就是十五分钟左右的功夫 他就是那些口啊鼻啊这些 大量就喷出 我就是粉红色的泡沫糖 我们那个就是两点五十就开始抢救 那个十七点我们就发现 当天下午五点医院宣布 小宇抢救无效身亡 医院开具的证明显示 小宇死于海哲遮伤后 引起的急性肺水肿 从中午十二点被海哲遮伤 到两点五十分心跳停止 仅仅三个小时的时间 海哲就夺走了孩子的生命 那么为什么小宇的病情会突然恶化 连抢救都来不及了呢 我们分析他就是一个过敏因素 也就是医学上叫特应性体质 所以他就反应就是特别快 也就是他这种 由于海哲遮伤这种毒素 加上那个中毒症状 再加上他的那个特应性的反应 严重过度出现爆发性飞食症 有的严重的那个 海哲那么有半个小时啊 一个小时两小时 他这个是一个是时间 对药物不反应 而时间不允许 他就是非常凶猛 我们像有的那个 溺水有的厉害的眼睛 他就有个个体 就是因为他反应的比较迅速 和来自凶猛 所以说我们考的是 一个个体特应性的 海哲为什么会遮死人 刺到生物的体内 好像刺到人体内 产生毒素 海哲毒素的威力到底有多大 他放出毒素 哪怕几个微刻 就可以是一个充电人的生命 造成威胁或者职人死命 海哲主动攻击人吗 我没惹他 我看那小小小海哲 会不会主动攻击我 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的 李教授 现在你瓶子里头就是海哲是吧 对 这瓶子里就两只小海哲 就这么想的海哲 他有毒吗 实际上说他毒已经有了 但是不像成体那么强 没那么强 如果说我攻击他的话 他会反过来 等于说也侵害我吗 他这都是一些条件反噬 在哪儿呢 哈喽 黄婷婷 上来 你看 没事 挺好玩的 他的毒在哪儿放呢 是他这个头呢 还是尾巴呢 他上部的伞部外边呢 他是没有瓷细胞的 带他这个伞的周边一圈 另外带他下边的 我们平常叫海哲头的 就是他出手的地方 头口腕的地方 有密布的瓷细胞 刚才的屁股朝着我来了 不能碰他那个尾部 对 碰他头是没事 头部是没问题的 你看我主的方在看他 会过来主动攻击我 我没惹他 我看这小海哲会不会主动攻击我 不理我 你看我不惹他 他真的是相干无事 对 他绕着你走 好 这时候 我调皮的我 我我我我 动你一下 哎 哎 哎 来了 动你一下 来吧 来吧 你来 你看他拿屁股朝着我了 哎 哎 哎 他不会 他 他除非他的触手碰到你上头 他要不然不会攻击你的 哦 你估计也是他你 哟 来了 哎 哎 哎 反正经过实验我发觉其实你看 就像你说的哈 你不主动攻攻击他 他也不会啊 来侵害你 对啊 而一个就这么小的其实也没什么毒性啊 但是这是他的右体 到重体呢 他长到七八十公分 那时候你就这么动他 那就不行了 所以在海上就要避他远远的 看到就躲避是最好的 这个减少上海的最好的办法 哎呀 首先我想问一下李教授 问一个很外行的问题哈 哎 海蛇就是水母吗 其实大家都叫海蛇 嗯 是吧 但是实际上海蛇是只是水母的一种 嗯 世界上的水母可能像我我近海呢 就有我这三四百种吧 全全球可能有三四千种 哇 啊 这是海蛇呢 只是我们跟老百姓日常见到的 最常见的 近海的一个水母的一种 所以说海蛇呢 尤其我们平常摊着吃的 所以大家看到海蛇 其实海蛇只是这三四百种水母中的一种水母 海蛇这人到底有多重啊 能致命啊 因为这海蛇是水母的一种 一般大部分水母都属于次胞动物 为什么叫次胞动物呢 因为它有次细胞 它次细胞啊 它就能放出这个次次来 次到生物的体内 好像次到人体内 产生毒素 这样的话你就会有多伤感 就很疼 像蜜蜂 像像蜂子遮了似的 真种毒的这个好多水母 像在热带有个叫香水母 就是香水母 他们说它放出毒素 哪怕几个微刻 就可以治一个充电人的生命 造成危险或者治人死命 当然我们常说这个浸海海蛇呢 相对来说这毒素没有那么大 通常遮到手脚 大家不要紧张 是吧 一般不会这些危害生命 但是这是跟个人体制有关 可能有的人是对这种毒素有过敏体质 它会有反应的很质量 有的人呢 只是感觉到是被灼伤被烫伤 这个仅是表皮的皮肤上一个反应 如果只是觉得这个折伤这一部位很灼痛 就是个皮肤的感觉 我觉得也不是很大的问题 但如果你这时候你感觉有心慌气短 或者浑身发热 或者有点抽搐或者这种感觉 那就立刻要治愈 上医院 对这个东西可能就是身体的这个毒素 有个过激的过敏反应 就是呢 就是片中我们提的那位小孩 你看居然是被海蛇遮过之后 他你看不幸身亡了 那遮他那种海蛇属于哪种海蛇 从图片来看 应该就是我们常说的沙海蛇 近海蛇人的 现在在北方海域蛇人的 主要是以沙海为主 另外还有峡水母 也是经常会有报道被蛇到的 这个所谓的沙海蛇 它有什么样的习性呢 它每年是什么季节 容易靠近海边靠近人 通常来说的话 在中国北方像黄海 一般在每年的四五月份 这时候它是属于释放 就说它这个从 刚才我讲到了 水母有个底气阶段 有个浮游阶段 它这时候释放蝶状体 形成小水母体 开始逐渐长大的一个阶段 一般我们在海上 像如果在江苏啊 长江河以北这块地方呢 这沙蛇一般在每年的五六月份 这时候就能看到 好多可能我们的渔民作业的时候 就会看到这个沙蛇了 真正到 就刚才咱提到了 在渤海的青黄岛这边 到海边的时候的话 一般到七八月份 这时候就是数量就比较高的时候 而到每年呢 它因为它这个繁殖季节 一般到了九十月份 到升到十一月份 这时候呢 就过了它的 它就成熟了 成熟这时候 随着水温也开始下降的时候 这时候呢 它就 这时候就可以这个水母体 逐渐逐渐就减少了 对 只要你刚刚说了 其实在七八月份 其实是水母 海蛇 它们的繁殖期 等于说 生长期比较旺盛的时候 这个时候又是人类去海边游泳的 也是一个旺盛的期 人和海蛇的遭遇的机遇就很大 我想问一下 刚才你也说了 但我不清楚 这海蛇会不会主动攻击人呢 其实呢 海蛇呢 可以说我们有时候说 它是无头无脑的动物 为什么 它是比较低动力的一个生物 它不像人什么 哪怕不如鱼类 它有发达的神经习惯 脑残呗 足够的 对 但是它的唯一 它越低等吧 所以说它是一个神经网络结构 它不会主动攻击人的 但是它每次折人是什么 你碰它 一碰它以后 它一个条件反射似的 只要有碰它 它有个有可吃的 可什么 它自然就照着 碰的地方 各种磁细胞就搁起了 处手就搁起了 它作为它要吃 碰到东西它要吃 所以说 一碰它 它就主要来折你 所以说它不会主动攻击人 只要你不惹它 我不主动去惹它 它就不会来折我 是吧 对 只要你不接触到它 它就不会来折你 我跟海哲 跟水母相遇了 有一定距离 只要我不去主动侵犯它 我主动走开 就没有危险 对 这个就没有危险 它不会主动攻击人的 因为我海边长大的 很多人就是被海哲折了之后 赶紧跑出来 到充裕的区 用淡水冲 淡水你坚决不能用淡水冲 为什么呢 因为淡水 刚才讲到 它这个刺细胞刺到体内以后 因为它是个地动生物 它刺细胞还在活的状态 因为它是在海水里 如果这水母大部分 在海水里生活 这时候 你给它由海水变成淡水 这样它环境一变的话 反而对它是个刺激 这个刺激会加速它毒素的释放 这样反而你用淡水越冲 其实对你的毒素 对你的中毒越严重 所以说坚决不能用淡水 要冲的话 也要用海水来冲 是何原因使得海蛇来势汹汹 今年的这个麻蛇特别多 您知道该如何保护自己吗 也没有人说其实我们海蛇车伤应该怎么办 我们能否跟不速之客和平相处 请您继续收看 生活早参考 夺命海蛇 每年六月至十月 是海蛇的成熟期 海蛇在自然状态下生长的条件 首先是16到25摄氏度的水温 此外还需要淡水注入海水的海洋环境 今年7月份以来天气促成了海蛇生长的最佳水温 近日连续降雨形成的大量淡水注入海洋 海水中增加了许多浮游生物繁殖所需要的营养盐 因此浮游生物大量繁殖成为海蛇的美食 正是在这两个条件的促成下 今年我国渤海湾 焦州湾 海蛇的生长格外旺盛 您大概什么时候开始 就说从几点到几点开始捞海蛇的 上午8点 上午8点到下午6点 这都是我们苦捞的时期 我们一共救生船三条 主要是每天都捞这个东西 大家有多少个人 就是说咱们是每隔多少时间出几次 还一天就捞几次 几乎是每时每刻都在海里巡逻 这个是刚打上来的吗 对 这是刚打上来的 刚打 这捞的比这多吗 以前呢 以前捞的比这稍微多一点 五六块吧 每天捞五六块 这个是在那个房产往内捞的还是外捞的 在房产往外 那边 不让它进来 进来之后伤人 这个一般碰到人什么困难 它这胡须 这胡须碰到人最危险 它是有毒的 这一种是麻蛇 不是海蛇 然后咱刮上来 后面一天 你怎么处理啊 把它掐下来之后 深埋 做深埋处理 埋到沙子里 到两三天之后 它就化水了 自然消失 今年的这个麻蛇 特别多 比往年相当多 就是 潜水区也有 有这么大的海蛇 如果大家碰到了 应该怎么办呢 如果游客碰到它之后 马上上岸 找我们工作人员 给它及时的做简单的处理 然后重的就上医院 马上让它通知它上医院 因为我们处理不了 海蛇在热带 亚热带 及温带沿海 都光 广泛分布 我国常见的海蛇 有散面平滑 口腕处仅有丝状体的实用海蛇 或兼有棒状物的棒状海蛇 以及散面有许多小油突起的黄斑海蛇 黄斑海蛇 主要分布于广东 广西沿海 有一定的毒性 如海黄蜂水母 刺丝可分泌 类眼镜舌肚 对人类危害最大 遮伤后五分钟即可致人死亡 增望水母遮伤人体后 患者多日才能消除伤痛 我国沿海 常见有随寒流漂浮于黄海一带的沙海蛇 能分泌泰毒 为尽可能减少海蛇伤人 辅宁天马玉场景区管理处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早在六月中旬 他们都已经组织人员 在距离沙滩180米至200米之间的海域 设置防沙网 防沙网亡眼孔径是25厘米 不仅能够防止鲨鱼进入浴场 还可以隔离大部分的海蛇 尽管如此 还是有不少海蛇穿越防沙网进入浴场 在北戴河东山浴场 老虎滩浴场 以及南戴河天马浴场的入口处 都能够看到一到两块警示牌 提醒游客不能触摸的美丽海洋生物的危险 一些警示牌还配有英文俄文等多种语言 天马浴场还会定期播放广播 提醒游客不要接近海蛇 游客朋友们全公司 下面多送海蛇常识 发现海蛇后 不能用身体认责母为接触 并告知工作人员 一旦被海蛇车伤后 然而记得注意到 这些广播站与海岸距离超过五十米 在海浪声中 游客很难听清楚广播的那种 浴场海边每隔两百米左右 设置有警卫棚 每个棚中有三到四名保安守护 在码头附近 五百米的范围内 都看不见一个这样的警卫棚 毛巾或者衣服什么 及时给它擦 擦一下 警方还有根 还有其他的 其他要求得 他严重的就得救医了 没有 对对对没有 因为附近也没有提示 没有 对也没有人说 提示我们海蛇车伤应该怎么办 我自己在这玩的时候 我看见过海蛇吗 看了过 海蛇长什么样子呢 就跟随伪一样 那你看见海蛇以后 会去用手抓他 还是跑的远一点 可以 跑远一点 调查中记者注意到 很多被遮伤的游客 都是因为好奇 用手触摸海蛇被遮伤的 大部分游客并不清楚 漂浮在海中的死海蛇 触须也可以遮人 在北戴河的另一个浴场 记者注意到这样的情形 游客和海蛇玩得很开心 好像找到了跟海蛇相处的方法 海边的娱乐项目又多了一项 捞海蛇 这景象不由的让人捏把汗 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 最近一段时间 北戴河南戴河的多家海边浴场 每天都能从海里捞出十多船的海蛇 根据以往的规律 至八月中旬海蛇数量将达到高峰 除了秦皇岛 在青岛大连一些海水浴场 海蛇遮人事件也时有发生 2013年7月30日 青岛第一海水浴场 仅当日一天 就有四十多名伤者到医务市求助 2012年8月7日 一位外地游客在葫芦岛龙回头景点附近的海域游泳时 也遭到了海蛇袭击 万幸的是 由于治疗及时 游客脱离了危险 那么被海蛇遮伤之后 究竟该怎么办呢 碰见海蛇以后 不要用身体去接触它 然后立即通知工作员 把它捞上来 如果发现游客被遮伤 我们就给它一些冥凡 然后告诉它正确的使用方法 然后比较严重的 就告诉它直接赶紧去医院 被海蛇遮伤之后 在就地海边的话 那么你就是可以用沙子 或者是用冥凡 我们沿海的一带 他都有老百姓他都知道 他自己他都背 背就用冥凡水擦 或者是用沙子擦 这样的话 把海蛇 扎到你身体的刺泡 给它清除 这样就可以是 没释放毒素的刺泡清除掉了 你不就吸收的毒素就少了 也可以用肥皂水擦 减轻液 你就是用75%的酒精差 都没问题 所以说它不是单一的 再有一个呢 局部处理完了之后 如果面积大的话呢 我建议还是要上医院 上医院的越早越好 早期的之后呢 我们在医院的时候 我们都是用10%的碳身清浪 我们给它伺服 伺服半个小时以上 或者是当它疼痛缓解 然后再抹上 技术软高 就可以 这是局部治疗 那么面积大的之后呢 到医院之后 医院的医生呢 他也会根据你 你病人的这个 损伤的面积大小 还有个体的情况 他给你 是否用全身用药 那么他医生会给出意见 也给出措施 看我们的节目 你应该知道了哈 这海蛇其实是水母的一种 你如果是下海游玩的时候呢 不小心碰到了海蛇 千万别惹他 别靠近他 别接触他 您绕了走 但是呢 你要是真的是不小心 被海蛇给遮了一下的话呢 你也不用担心 千万不用 不要用这个淡水来冲洗 他用海水啊 醋啊 明烦啊等等等等 来处理伤口 实在要是觉得心慌啊 晕啊等 这样的症状的时候 赶紧去医院 这样才不至于出大事 好的 这里是生活早上啊 下期再见 海龟硕士网上征婚 如意郎君背后 是否另有隐情 我来自的目的 就是为了想婚人结婚 一张照片 引出一个惊人秘密 相恋一年 被和他亲手把未婚夫 送入监牢 很多女性不敢站出来 但是他就要站出来 网络征婚 我们应该如何加强警惕 防止翻类 敬请收看生活早参考 网链骗局